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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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于979年亲征北汉 辽国派兵支援北汉 在白马领兵拜 后来宋太宗赵光义想要夺取幽州 辽朝叶绿沙 叶绿修哥 叶绿携诊等名将将宋军击溃 只有赵光义 后来萧太后把持辽国政权 毕竟图止 辽国进入全盛时期 萧太后期间 四方征战 对宋战争屡屡获胜 俘获号称杨无敌的宋朝名将杨继业 萧太后死后 辽国迅速衰落 北方迅速壮大的女真 在完颜阿古达的 带领下很快 就侵占了辽国的大面领土 辽天坐地出逃 辽国气数已尽 被女真攻破 只有大将耶律大使 带着二百大辽勇士逃到西域的可敦城 旅程中二十 零零零辽兵合并一处 耶律大使也是一代牛逼人物 就凭着这两万多人 在西域建立大辽帝国 史称西辽 西辽在西域称霸义时 声明远不 现代欧洲人很多国家 都称呼中国魏气丹 就是大使的西辽 打出了中国的威风 后来蒙古强势崛起 西辽帝国也因为内部分裂开始衰落 1218年最终被蒙古铁骑所灭 从西辽被灭到现在也就800多年 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契丹族呢? 辽国的这些族人那里去了呢? 原来 契丹人一千多年来 一直保持着外婚制 在蒙古征服西辽之后 这些契丹人随着蒙古南征北战 被分散在个地 与当地人融合 如今很难找到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 只能说身体里有一部分气丹血统 经专家DNA鉴定 达沃尔族吉云南阿 蒙 蒙星都是气丹后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查看更多赞 惊 600